hondae 看这车多少钱啊 也不贵 现在这个产品的那个目录价是3.7万加上各种各样的优惠以后 最后是3.4万并不贵 3.4万 然后各种各样的一些那个财务叫什么就银行的政策 你可以做一些贷款样的每个月还款300多400多不同的这个利息的方式 这是贷款购物车的方式 反正这个是各种样的购物车方式 纯电的呀 所以零 看盘放是零 第一次看了 hondae 这是一个蓝载的 第一次感受一下e 哎呀 这3.4万真真心不贵 这个去做个listing的话完全可以啊 啊 完全不知道怎么开这个门啊 这样子的第一次感受了这样子啊 然后这个后视镜是一个摄像头 哇 太太有科技感了 然后木质的木质的这个装饰板 包括了个中控 太可爱了 太可爱了 哇 这个坐姿感觉比思域还高了 从来没有开过电动车 这个是驾驶模式 然后Auto Hold的功能 驾驶模式前进后退咯 哦 这个是档档位 简单是P档 R档 就这么切换呀 这是停车 D档 然后N档 空档 这个又是什么按钮呢 也不知道 哎呀 太可爱了 这是一个大巨大的这个 从这儿开始一直到这儿 哦 这是后视镜 太可爱了 后视镜是始终是可以开的 你看 现在对着这个左边的后 左边的和右边的后视镜 其他的这个都是黑屏状态了 里面没有 哦 它也有天窗啊 然后后面还有座位 哎呀 轰到E啊 太可爱了 这是这种手感真的真的像木质 像石木的 核桃木 胡桃木啊 这做工感觉很精细啊 很精细 这还有一个这种真皮的这种拉手啊 哈哈 拉手原来这地方是个杯架 哎呀 太可爱了 然后这是收音机 肯定那些导航什么东西都记得身材质了 这边有手套箱吗 啊 也有 这是手套箱 啊 这是门板 啊 这是后视镜 这还有一些按钮 SOS passenger 哎呀 这方向爬 也挺有意思的 哎呀 拉过来 但是我在路上还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个车 没有人选这个车 但是像 像公司里面最近好多那个MOD3 好多同事选MOD3 MOD3确实便宜 像这个的话 车价34,000 和一辆普通的正常的那个私家车的 像高尔夫的价格已经持平了 所以如果买这个车的话 做listing的话 如果有一些优惠政策的话 哎呀 这个车太有个性了 倒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很不错的选择 啊 只要一开 嘿 太有意思了 没有后视镜的电子后视镜 哎呀 你看这个门还是那种无框车门 哎 上去了 然后再拉上去 顶尝试手把 这个做工很细啊 很精细啊 感觉 这种感觉就像家里面的那种沙发一样的 手感很不错 哇 感觉很弹啊 非常弹 啊 韧性非常好 哎 这座位非常好 咖啡社的安全带 这个是真皮的 啊 都是这种无框的 升上去 那他的后备箱 这也有一个摄像头 等于集中到中困难 啊 这个比较小了 这个黑暖小 两个熏黑的大灯好可爱 下面啊 充电的充电的那个插头 然后打气的装置 补胎剂之类的 哎 太可爱了 再多看几眼 这个门没关 HRV CRV 啊 这个是这个叫进场通讯是吧 因为毕竟这是一个纯电车 手机车没靠的话 应该就可以解码 应该是 这个 这不是进场通讯吗 手机现在这个具备的功能 然后这个又是一辆黑色的CIVIC 我来本田就是来看看新鲜 HRV是一款在欧洲卖的挺贵的一款紧凑型 新鲜4SUV 你看这价格多高 哦 不高 2.8万 最后的售价2.3万 倒是不贵 这Hybrid CRV 这连区版的2.0 IBTEC 这个算是中级的和图框一个级别 2.0的连区4.2万 最后售价3.3.6万 接近 5.5的友好 大家今天也跟着我这个镜头一起感受了一下 HONDA在欧洲的10S键 就这么几款车 因为它的车型很少 不多 好了 看完了 强制戴口罩 就这样了 这就是本田 这边4S店挺多的 它的左边还有沃尔沃 那边还有林木仙大 还有路虎 还过不过去拍啊 不过去了 那我现在就往回走了